楼玄影被墨景浩的拥抱干扰了心神 还处在发愣中 就听到默契岳阳高冷的声音从殿里传了出来 云苏盯着楼玄影将她带出岛去 是 云苏默默点头 而后看向楼玄影 比了个请的动作 笑道 楼姑娘 请跟我走吧 楼玄影回过山来 又愣愣地看了墨景浩一眼 在她汗手之后 才轻咬着夏淳跟在云苏身后走 云苏将她一路带上船 而后吩咐手下开船 船迎风迅速往陵玉城而去 云苏意味深长地瞥了楼玄影一眼 转身就往船舱走 楼玄影脑海里一直重复刚才墨景浩抱住她时所说的话 当船行驶到河中央时 云苏又从船舱里出来 手拿匕首 嘴角挂着阴冷的像 在众目睽睽之下 向楼玄影走了过去 你 你想干什么 楼玄影颤着声音瞪她 惊慌地站起来越退越后 云苏的笑意越来越浓 把玩着手里的匕首 当众大声回答 干什么 当然是杀了你 可恶 墨齐月瑶明明答应了墨景浩和月立不杀我 你怨不得别人 怪只怪 你得罪了我们岛主 岛主容不下你 特命我在船上收了你的小命 云苏越走越近 一把拎起她的衣领 在她的错愕中 手中的匕首毫不犹豫地刺向她的胸口 而后一脚将她踢下了船 河水泛起了涟漪 楼玄影落水的地方 水染成了血红色 她仰着脸抬手求救 很快脸色变痛苦地扭曲 越来越往河里沉了下去 云苏冷哼一声 拿出手绢 擦拭起沾血的匕首 边擦边往河面望去 嘴里念念有词 她沉入河去了 匕首刺中她的胸口 肯定活不成了 岛主交代的任务已经完成 把船开回岛上去 是 云苏姑娘 船很快掉头往冰蛇岛而去 河面上也许久未见动静 沉入河中的楼玄影并没有浮上来 岸边 小小的脑袋钻出水面 拼命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浑身打着冷战 小声地抱怨 冻死我了 最后还是要我游这条河 她看着空无一人的河岸 眉头微醋 岸上积了厚厚的雪 她探手撑住河岸 要往上爬 雪太深 她尝试了几次 只能抓住松软的雪 又划回了河里 靠 黄府尘 暗夜 你们死哪里去了 她压抑着声音埋怨 墨景浩是骗人的吧 明明告诉她 黄府尘他们会在这里接应 可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看到 算什么接应吗 楼玄影嘀咕的话刚落下 黑影从岸边的大树上俯冲而下 将还在水里挣扎着 要上岸的楼玄影给拎了起来 窜回了树上 黄府尘 暗夜 不过眨眼功夫 楼玄影已经坐在了大树上 盯着身旁的黄府尘和暗夜 气氛的低呼出声 混蛋 原来你们一直在树上看我笑话 黄府尘咧嘴一笑 没有丝毫的愧疚 骂人气势这么足 看来没受什么伤 水性也不错 可惜没有武功 要是没人援助 这会儿你就爬不上来了吧 他狠狠地弯了他一眼 黄府尘还真可恶 他搓着手臂 没忍住 连打了几个喷嚏 鼻头冻得红彤彤的 浑身冰冷 给你准备的衣物 暗夜将一个包袱 塞进他的手里 与黄府尘 一前一后 飞往另一棵大树 龙玄影将包袱打开 将身上的湿衣服 快速换好 暖衣瞬间包裹全身 看着墨景浩 给他披的外衣上 那个刀口 上头还染了血 他倾笑了笑 墨齐岳阳 根本没想过要放他走 只是顺着墨景浩的要求 让他离开兵蛇岛 其实早已交代云苏 在船上将他杀害 墨景浩在店门外抱住他 附在他耳边 仅有两人可听的音量 告诉他 咻 听我说 河岸边 陈河岸也会接应你 找到冰破蛇 我会跟你们会合 那件披在他身上的外衣 胸口处放了个血带 他那时还有些迷茫 可当云苏拿着匕首出现时 已经完全明白 墨景浩和云苏也协商好了 虽然不清楚 云苏为什么要帮他 不过他希望 墨齐岳阳发现后 不会责难于他 他甩了甩脑袋 小心地把话卷和银票 拿了出来 塞回兜里 黑蛇从外衣下探出舌头 爬着朝他凑近 似乎在提醒主人 别把他落下 楼显影笑了 放低衣袖 让黑蛇钻进他的袖口中 而后一身干爽地跳下树 寒风轻浮 吹动他未竖起的尸发 黄斧尘和暗夜落在他身前 三人互看一眼 而后一点头 暗夜在前边带路 黄斧尘和楼玄影 跟在他身后走 你们打探到 哪里可以找到冰破蛇了吗 嗯 寒灵洞 楼玄影听到肯定的回答后 便没再问什么 悠哉地跟在他们身后走 走了不知多久 突然 暗夜拉着他飞上了树端 黄斧尘随后也跟了上来 透过结了霜的叶子 他看到不远处 有一个靠山的洞窟 洞窟旁立着一块碑 碑上用血色写了洞名 山洞外 有近十名黑衣人把守 楼显影 你留在树上 一会儿我跟暗夜 去把那些人解决了 然后你再过去 好 这么危险的事 不用他出手 何乐而不为 暗夜 数清楚多少人了吗 可不能放走一个 要是有人回去 向他们导主报告 我们三个都会落网 七人 暗夜话音刚落 黑色身影 犹如离弦的剑 冲了出去 等黄斧尘过去时 他已经杀红了眼 楼显影摇了摇头 如此血腥残暴的场面 还是少看为妙 不然晚上得做噩梦 七人联手 也不是黄斧尘和暗夜的对手 他们很快摆平 楼显影从树上跳了下来 刚要朝他们走去 眼尖的发现 从洞窟侧 又窜出两名黑衣人 身形一晃 施展轻功逃了出去 其中一人 朝楼显影伸出了魔掌 另一人 冲进了树林里 黄斧尘和暗夜看见了 立刻冲过来 想要保护他 却亲眼看到 一条黑蛇 从他衣袖里窜了出来 朝那黑衣人扑过去 一口咬上了他的脖子 在他们呆愣中 黑衣人已经倒地身亡 黄斧尘 暗夜 别发愣 这里不止七个人 有一个人已经跑了